打开YouTube你就可以听到 哈佛的教授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这频道我很喜欢是因为 它一点都不及堂堂 我听Podcast之后做的 还有副笔记耶 它可以下载讲义 嗨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我现在人已经回到台湾了 我们回到旧的拍片布景 我其实不是一直人都在台湾 就是来来去去嘛 所以长时间在台湾的时候 我也还是要自己找时间跟机会去接触英文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2024年最喜欢的英文 YouTube频道Podcast还有书 那我平常会接触的主题 大部分都跟科普啊 心理学哲学思考 还有个人的成长相关 所以如果你的口味跟我一样的话 今天呢一定会感觉挖到非常多包哦 与其列一大堆YouTube频道 不如我真的具体的讲出 这些YouTube频道带给我什么样的想法 跟我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会蛮有说书感觉 尝试看看这样的分享的方式 那影片中所提到的推荐呢 连结我都会整理成PDF 然后放在公开笔记资料夹 没有这个资料夹的人呢 可以上lily.english.co领取 今天的影片由Speak赞助播出 Speak是排名第一的 AI英文口说APP 等等再告诉你要如何用Speak 让我们不出国也能够练习英文口说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Pursuit of Wonder Pursuit of Wonder它是一个探索人生哲学的频道 那频道的影片都是很唯美的动画 搭配非常浅显易懂 但是又有诗意的英文旁白哦 影片呢大部分都会深入探讨生命死亡幸福等等 比较深刻的话题 每个影片大概都在10到20分钟之间 重点是每个影片都有附完整的CC字幕哦 程度大概在B1到B2之间 那推荐大家呢可以先从这支影片入手 Every person is one choice away from everything changing 人生可能只差一个决定就会彻底改变 那影片里的主角Karl呢 他住在美国 不过他从小最好的朋友呢 要搬去澳洲创业 然后去澳洲一直就是他们两个人小时候的梦想 那Karl呢现在就是变成在人生的那个交叉口嘛 他就一直待在家里然后这样看着天花板 完全做不出决定 要么他就跟朋友冲一波直接杀到澳洲 但是呢这也代表说 他现在需要离开他的女友家人朋友工作 一切都会从头开始 但是如果他不冲的话呢 他可能还是可以拥有现在的家人朋友 而且是很不错的工作 但是或许他一辈子都会感到后悔 他永远都会想 如果我当初去了澳洲会发生什么事 那虽然我们不是每天都会面临 像Karl这种巨大选择 但是其实生活中很多这种二选一的困境啊 然后可能都会一直在我们脑子里面 比如说现在这工作还不错薪水也很好 我要放弃 然后把存款通通拿去投资出国念书吗 或者是我该继续跟这个现任平淡 但是稳定的交往呢 还是直接离开他 然后重新专注在自己身上 从头开始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太常 在我们脑子里面出现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很常做的就是 召集亲朋好友 然后大家来讨论就是 啊应该要做什么选择 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很怕后悔嘛 后悔 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 Pursuit of Wonder这个影片就是 带着我们跟Karl一起做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后悔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成立的 至于为什么 我就不要讲了 大家自己去看影片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完 全身骑鸡皮疙瘩 Pursuit of Wonder这个频道我很喜欢 是因为 它一点都不积汤 它真的不是 用那种拍拍你说一切都会没事 哎加油相信自己的选择 这种方式去引导你 而是用很多哲学性的思想实验 去告诉你为什么相信自己的选择 觉得一切都没事 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我很吃这一套啦 我就是不吃鸡汤 但是你要跟我推理出 为什么这样是对的 所以啊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 看完这支影片就是 精神上 英文学习上都会有满满的收获 下一个YouTube频道也是 我非常非常喜欢 叫做 Korsk 好难念哦 Korskazar 我还写了一个小抽 Korskazar是一个制作精美的 动画科普频道 从宇宙生物哲学到社会议题 各种主题都有涉略哦 那这个频道的旁白是英国腔 难度大概在B2 那非常适合考雅思的学生来练习哦 一样推荐大家一直可以入手的影片哦 是 Do you have a free will 你真的有自由意志吗 好你刚刚呢是不是打开了YouTube 然后在众多推荐的影片里面 点了我的影片缩图 然后现在正在看我 推荐英文学习资源 不过这真的是你的自由意志吗 还是呢 其实你是一个跟NPC一样 早就已经被注定要来点击这支影片了 我们到底是命中注定的 还是你的选择呢 总之呢这就分成了两派人 有一派人呢 觉得人根本没有选择 一切都是宿命 非常宿命论的人 那这种宿命论的人 非常有趣的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哦 它是一个物理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然后每个原子呢 都会去遵循物理法则嘛 那如果物理法则是固定的 那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 假设我们就假设有一台超级计算机 能够计算出所有这个宇宙间的原子的移动轨迹 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 都是这些原子组成的嘛 那理论上 理论上 你现在的状态是在大爆炸的时候 就可以计算出来的耶 换句话说你根本没有自由意志啊 你会看这支影片 一切都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决定了 Curse Cassart他的魔力呢 就是在短短的10分钟里面 你会感觉 哦 脑洞大开 但是不是那种很天马行空的哦 真的 都是科普 那说到这里 当然另外一派的人是主张有自由意志啊 就是说哎 你点进我的影片 是你的选择 有这么多影片 你特别选择了我 不过 他们要怎么反驳刚刚那个宿命论啊 一样呢 就卖个关子 让大家自己去看这个影片哦 Curse Cassart还有很多其他跟天文 医学生物心理学相关的影片 就太多了 非常值得挖掘 虽然我觉得英文偏难 但是因为有动画 我觉得因为有动画 他会好懂很多 再加上还有完整的CC字幕 每一集的含金量都很高 无论是知识层面 语言层面 都非常值得反复观看哦 有人想说 Curse Cassart 这个字也太不像英文了嘛 没错 这个字是德文 是一言以蔽之的意思 频道的副标题呢 叫做In a Nutshell In a Nutshell 是一个摩语者的固定用法啦 那意思呢 表面上是在一个坚果壳里面 但是意义是简而言之 英文里面有超多这种 像谚语啊 骗语的说法 那这些说法都很难 从字面看懂意思 不过呢 都可以在Speak上面 轻松的学习哦 有个Native Speakers Idioms 点进去 可以用来形容一件事 两全其美 是The best of both worlds 还要表示某人发大财 Hit the jackpot 形容一件事情非常简单 是A piece of cake 好任何呢 你觉得你特别想要 之后复起的也可以点 右上角的储存哦 那想要学这些 关用语可以到speak的主题课程 选择职场校园 或者是旅游的主题 就能够观看 沉浸式的真人课程影片哦 那透过speak的真人诚定师课程 你可以学到更多母语者常用的惯用语哦 那我们就回到下一个书籍的推荐吧 下一个资源呢是一本书 这是我今年最爱的书之一 叫做Atlas of the Heart 是知名学者Berné Brown 探索人类情感的最新力作 大家可能都听过她的脆弱的力量这本书哦 Atlas of the Heart才刚出版 还没有中文版 但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心灵地图 因为Atlas就是大地图的意思 那Berné Brown呢 她深入的剖析了87种人类的情绪 87种 难过受伤的时候 除了sad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难过情绪嘛 比如说 读完之后呢 你不仅能够学到大量描述情感的精准英文词汇 还能够增加情商哦 也就是你更能够去描述自己 觉察自己当下的感受 因为你多了这些词汇去描述现在自己的心情 我非常非常喜欢作者在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是关于她以前餐厅打工的时候 那餐厅的员工之间啊 那当时有两个很常用的内梗 那这内梗呢 一个叫做in the weeds 还有blown in the weeds字面的意义呢 是在草丛当中 衍生成为混乱然后找不到方向 如果呢你走进厨房 然后跟同事说 i'm in the weeds 同事就会说你需要什么 然后你可能回答 啊请帮我去第一桌倒水 然后第七桌要菜单等等等等 那i'm in the weeds 这个是每一个服务生 几乎天天都会遇到的状况 要有能力可以应付in the weeds的情境 但是啊如果今天有个人走进厨房 然后他说出 i'm blown i'm blown的话呢 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哦 没有人会问你说你需要什么帮忙 经理呢会马上杀出来 把你手上的单全部都分给其他同事 所以当你说i'm blown之后 你可以去厕所哭 你可以去巷子里面发呆 什么都可以 但是10分钟关机之后 你要重新开机回到岗位上 但是在那10分钟你崩溃的时候 整个餐厅的同事都会帮你cover 作者呢说这个情况 在他工作的6年里面发生了两次 都是因为呢 他连续排了太多班累过头 那作者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了 stress还有overwhelm的差异 因为stress overwhelm在中文里面都可以翻译成有压力 不过呢 stress比较像是第一个in the weave的情境 而overwhelm则是第二个being blown的情况 我也更能够去区分我现在到底是stress还是overwhelm 而且我会知道今天的stress 我可以请别人帮忙暂时照顾我一下 但如果我overwhelm了 我一定要夺到个地方给自己时间休息 然后再重新回来 Headless of the heart真的让我知道说 语言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觉察情绪 因为你可能有一个感受 但是你没有一个话去形容它的时候 真的很痛苦哦 那大家学英文这么久 有没有尝试用英文来深度的分享自己的心情呢 可能你没有讲英文的朋友 或者是很担心自己表达的不够完整 但是如果打开speak 你就可以放心说啦 因为AI虽然没有办法当你的心理师 但是绝对不会笑你 而且可以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哦 还能够当你的英文家教 帮你修改英文错误哦 那到了与AI嗆聊里面的话题栏位 里面就有聊聊心理的健康 那这个主题呢会引导我们来观察自己的心情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mental health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so I'm a bit stressed right now 那如果你是初学者不太确定怎么回答 可以按右上角设定 开启初学者模式 这时候呢就会自动显示 提示翻译还有调慢音档啦 我们刚刚不是有学overwhelm 压力大这个字吗 很多人都会讲成I overwhelm with work 但是这是错误的用法哦 我们来看看speak能不能够帮我们纠正吧 I overwhelm with work 那你会发现刚刚的回答呢 旁边出现了一个信号 点击信号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speak给你的更正哦 应该改成I'm overwhelmed with work 要再加上一个B动词 然后overwhelm也要改成过去分词 overwhelmed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用错 overwhelm这个字吗 当练习结束之后呢 speak还会生成一个 专属于你客制化的课程哦 这边呢有特别指出我们刚刚讲错的内容 以及要怎么样更正 接下来会给我们更多相关文法的练习 I'm overwhelmed with work speak呢可以当英文家教 下一个podcast呢可以当我们的人生导师哦 我们快点到下一个推荐吧 这几年非常红 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 Andre Huberman Lab Podcast 那Andre Huberman呢是 史丹佛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 他的节目都非常深入浅出的解释 大脑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还有健康 总之呢就是教你如何用脑神经科学 来睡觉念书健身护肤谈恋爱 就是每个面向生活中你能想到的 他都可以告诉你 诶科学上脑神经科学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才是最优解哦 这个podcast最出名的就是 就是Dr.Huberman提出的 morning routine 成间仪式哦 那这是根据脑神经科学 还有各种科学实验 所做出来的一个 早上起床之后你要follow的步骤 据说可以大幅优化你的生活 好那我今天呢 大致的讲几个仪式的内容好了 看看你会不会想要尝试执行 第一个呢叫做sun exposure 暴露在阳光中 早上起床的30到60分钟内呢 眼睛一定要看到太阳 一定要让阳光进到眼睛里面 但是这个是你要到户外的哦 你不能够透过窗户哦 第二个呢就是delay caffeine intake 延迟咖啡因摄入 起床后一定要等90到120分钟 才可以喝咖啡 这对我来说超级痛苦 因为我觉得刚起床泡咖啡就是一个仪式感啊 但是不行 要延迟90到120分钟才可以喝咖啡哦 再来是hydration 水分补充 起床之后要立刻喝500到1000毫升的水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 cold exposure 洗冷水澡 谁崩啦 谁一大早洗冷水澡 我真的太着迷于这个podcast 然后想说 要不要来做一个挑战执行一个月的 不用每一步都做到 我觉得今天看这个大家觉得有兴趣 就挑几个 觉得很值得尝试 比如说延迟喝咖啡啊 一次做一两个 搞不好你的生活 就会有很大幅的改善哦 虽然morning routine 是Andre Huberman最红的一个点 但是我其实个人最爱的是 他跟Dr.Paul Conti的一集 叫做How to understand and assess your mental health 如果理解跟评估你的心理健康 我觉得这集真的 我做了超多笔记的 让你们看 OK我们活在一个就是你在家 打开YouTube 你就可以听到哈佛的教授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他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笔记 这个是我听Podcast之后做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学到非常多东西 重点是他的Podcast 还有付笔记 他可以下载讲义 如果在加拿大的话呢 就是会找一些这样子的方式 就持续接触英文 虽然呢我没有时间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一集的内容 但是从我做了这么多笔记 这一集呢就像是我的人生导师一样 也是属于我久久就会去复习一次 晚上睡不着就会打开来听 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集 下一个介绍的Podcast叫做 The Happiness Lab 快乐实验室 这是由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Lori Santos主持的 那他运用科学研究来挑战人们 对于幸福的错误认知 就是大家觉得幸福应该是什么 但是呢在科学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喔 除了打破大家的错误认知之外 也提供了很多实际可以让你更快乐的秘诀 换句话说就是 让科学来帮助我们过得更快乐 那我觉得每一集的难度 大概都在B1B2之间 有一些单元是没有字幕的 需要靠YouTube自动生成的字幕喔 你一样先推荐大家听一集喔 You can always want what you like 你没有办法每次喜欢的东西都想要 我做文好奇怪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前几天我早上起床 我要去上飞轮课 但是我非常非常不想起床 其实我就是心情很不爽 觉得很痛哭 你知道你要起床 然后觉得啊好烦 真的很不想做这件事情 感觉好像要自己的命 要不是因为我已经预约了 如果人不到呢我会被扣款 好我就是勉强起床 那一连串的忙了 一连串的赶去教室还是上课之后 下课突然间觉得 哇运动真棒 我真棒我居然起床 我还运动一个小时耶 然后就开始快乐的一天 OK就这样子过去了一个礼拜 又到了上飞轮的那天 早上起床我还是觉得 好烦喔 我一点都不想起床 真的很痛苦 我超讨厌这件事 我恨死去运动了 一切好像重来一次 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明就知道去骑飞轮 会让自己很开心 运动是可以让自己快乐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去自我的时候都很痛苦啊 我们的脑子是不是设计上有什么问题 那The Happiness Lab就提到人的大脑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快乐 第一种快乐是 做的当下很痛苦 但是做完之后长期很开心 比如说运动 另外一种就是 当下很爽 但是事后不太开心 例如吃垃圾食物 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喜欢运动 因为运动完大脑很开心嘛 但是呢却忍不住想要吃零食 这一集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突破大脑的这个限制 把喜欢的东西跟想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真心的去喜欢那些当下痛苦 但是可以长期带来快乐的事物喔 那至于怎么做到呢 一样卖关子 就让大家自己去听这一集吧 做到这个我们大脑设计上面的这个bug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是想要多练习英文口说 我们喜欢把口说练好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又想要每天耍废话手机 要让我们能够起身去做困难 但是能够让自己长时间快乐满足的事情 其实我自己觉得一个好方法 就是找一群人跟你一起做啊 找人组队啊 这样子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那这一次呢我跟Speak合作 想要做一个Speak口说挑战 那活动期间呢 只要连续5天用Speak累积练习超过500句话 就能够获得Speak一个月的免费使用权 还能够抽Premium Plus一年喔 那活动期间呢我会开设一个LINE社群 让大家呢每天领一些任务彼此激励 一起用AI练口说 这完全都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练口说的好伙伴 活动详情可以到我的Instagram上面看看喔 无论你是想要练习口说 学习更道地的英文用法 或者是修正自己的用词或是文法 都可以下载Speak 那连结在下方的资讯栏 现在用我的专属连结 还有台币299元的年度会员折扣喔 哇今天讲的好开心喔 我觉得做内容还是要讲自己喜欢的 我今天真的 我感到很开心 就是在拍摄这个视频真的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看完一个电影 然后很想跟别人分享剧情的感觉 这就是我看到这些影片啊 听到这些Podcast就是会想到 啊好想做影片 跟很多人分享我的 我的发现 我自己拍这支影片拍得很开心 希望你也有喜欢喔 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会见到大家在下一集 拜拜 by bwd6